这是沙石车的视角 车辆直行 前方有另一辆沙石车突然发现距离太近了 来不及下车 赶紧往左想要闪过 但是逆向了 迎面又来一辆沙石车 两车正面对决 车头撞车头都是右前方副驾驶座的地方撞击 两车都是沙石车 车身坚固度相当 回族的情况也差不多 车祸发生在7号上午9点多 南投路股头100线到9.8公里处 这是产业运输大道 沙石车出入频繁 乍看车祸发生的过程 像是沙石车跨越双黄线要超车 不过仔细看 前方沙石车 刹车停了下来 更前方还有一辆轿车停住 两辆前车停住 造势的沙石车停不住才会逆向撞车 一台沙石车一式闪避前车 跨越到对象与对象的沙石车发生碰撞 一名驾驶轻微受伤 受伤的是被撞的理性驾驶 还好只是擦错商送一没有大碍 他满载沙石 从瑞田方向过来 哪知道顺向执行会冒出另一辆沙石车 造势的周性驾驶空车往瑞田方向 前车停下来 他来不及停 紧急闪避撞上对象同行 原来前方路段正在施工 进行路面标线划设工程 也因此轿车跟前面的沙石车停下来了 造势沙石车速度快 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未能及时发现状况 紧急当中避免追撞赶快闪躲 却正面迎击对象的沙石车 TVBS新闻陈家贵 吴淑萍 南投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